大家好 我是Bernie 我在BG战队 现在是担任一个carry的位置 可能刚退役吧 还有一点不习惯 所以就是打路人打久了 看比赛看多了 还是有一些想打比赛的 这种状态对我来说 可能就是一个休息的状态 就是并不是 我完全愿意 就是将来一直这样 小小就爆炸了 但是还插了两个普攻 装备上的一个carry 比较了出来 当初是打算线上队 大家反正也都退役了 然后可以聚在一起玩一玩 所以就有这么一个想法 然后跟他们一说 他们都说可以 然后大家就一起加入 怎么说 虽然不像以前那样 天天住在一起一起训练 但是在一起打比赛 还是能 就是会有一些回忆吧 会有一些打的时候 会想到以前吧 以前在一起打的时候 怎么样 我觉得 因为之前我们给自己定的目标 就是能出现到线下 结果我们还出现了 所以现在的话 觉得没什么压力了 就尽量能打到前12 能去体育场打几场吧 运气成分占得很大的那一种 然后导致我们输要的比赛的话 我觉得那无所谓啊 OK的我可以接受的 就是 如果自己确确实实没有做好 那么我明年我会选择 重新站出来证明自己 我会选择继续打职业 来证明自己 我能打好 我一定要拿到一个满意的成绩之后 我才能退役 因为这次向我们打这个比赛 虽然说我们是一个 以一个业余队的 这么样的一个身份来打 来参赛的 但是我们 我也说 在之前我也说过了 既然我们来打这个线下赛 我们就一定会全力以赴 张志诚 兰姆中国 白帆 ROTK 中国 徐哲人 Bernie 中国 张宁 小巴 中国 女朋友 SX 中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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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国